大盘今天很不给力啊 尤其下午两点钟之后 没有出现的上涨反而跳水了 一下子把大盘的支撑位给干漏了 大盘的支撑位是2933点 你看大盘支撑位直接干破了 那就相当于这个B浪的反弹没有了 甚至于这个B浪反弹 只能看下跌当中的一次反抽 那么这种反抽能不能把前方低点 2904点 明天能不能直接打漏啊 那这一根光头光脚的大阴线 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这边要出问题吗 你比方在隔夜外盘的时候 中概股可是大涨 而且涨了2.77 那我们这边没跟涨也就罢了 为什么跌的这么多 难道这个位置又形成一个双腿吗 原本挺好的头肩底形态 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明天这个位置能不能探底回升 或者明天上午来一个低开高走 或者明天直接来一个高开高走 如果真的能那样的话 那我们的手里品种该怎么办 今天差一丁点 我们就要做出一个减仓的动作了 因为现在呢 刚好在盈亏这个平衡点附近 所以现在呢 我们还能扛一下的 明天就看明天了 假如明天大盘在这个位置 真的要是出现还是上午单边下措 那明天甚至上午的时候 我们就得减了 所以这呢 现在手里的仓位也不轻 好歹买的呢 还不错 你看买的是这个银行股 这是昨天加的 然后呢 现在手里头大部分仓位 也都是银行股 超过百分之四十多 如果没有银行股在这背着 那盈亏平衡比 那就不好看了 对吧 因为今天只有银行在涨 那剩下的呢 就是我手里的科技板块 有百分之三十 科充板类的百分之三十 今天呢 本身这些东西呢 像半导体啊 88047491 你看像半导体啊 元气件 今天都来一根大银棒子 这个位置是不是见顶了 是不是见顶了 咱们先别说 最关键的 就看明天这个位置 能不能出现一个大的反包 如果不出现一个大的反包 起码这个位置 应该来一个次穿线 就是明天能够把今天下跌的 今天板块下跌的那百分之四点七 明天能涨个二点几 这不就能回了个七七八八吗 所以就看明天这个反抽 能抽什么样 那位说帮主啊 那这个位置仓位这么重的 能不能割肉了 大盘接下来该怎么走呢 实话说 大盘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3000点下方 现在今天收盘价 已经在2915点 又逼近了2904点 距离目测值 就是这么个十个点左右 那明天能不能直接打出了一个新低呀 如果真的要是打出一个新低的话 那很不好办 为什么 打出新低 如果是单真探底 或者是探底回升 那倒好办了 如果明天要是真正的往下窜呢 也就是破了低点 2904点 再往下跌 就这么没完没了 那就叫真正的空跌 你看今天成交量 成交量6600多亿 那这个位置是放出了一定的量的 因为今天上午成交量就很少 今天上午成交量比每天都少 下午还放量 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 要出现真正的破位下行 也就是伊朗下跌 如果跌破2904点 那就代表伊朗下跌还没结束呢 伊朗下跌的目标是多少 我们第一个目标位 那不就是2891亿吗 如果真的是到2891亿 那我们真是有的人连裤子都提不上了 好 在这说个结论吧 大盘不管怎么讲 这个位置肯定是有问题了 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如何应对也就行 我的应对方法呢 我们应对方法是明天上午 如果这个位置要是出 见不了那种看底回升 甚至没有反抽的话 那不好办 如果明天没有反抽 单边下挫的话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 有一些跌破了我们的盈亏平衡点了 那就不是止盈的问题了 那么就是逃跑了 如果再往下一跌 跌到亏损状态 那就是得割漏了 是不是这样啊 虽然我们呢 都是在这个位置慢慢建的仓 然后呢 像银行呢 还有一些东西呢 有的还带一点利润 但是这个 这么种下跌 谁也受不了 所以我们呢 考虑 明天如果 这个位置要是明天 不能出现探底回升 或者明天上午 不能出现一个反抽 那这个位置就得考虑 能不能跑路的问题 我们考虑是直接减仓 百分之四十 剩下百分之三十的仓位 静观其变 这是我们的初步想法 另外呢 大盘这个位置 今天晚间看看有没有啥消息 你看 从三点半呢 到明天早晨六点半之前 会有很多消息 要不然大盘不可能跌了这么多 这是单日大阴线 跌了百分之一点六五 这种单日大阴线很小见 已经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多想 出来的时候嘛 就如何面对应对也就行了 现在呢 从这个今年这一波下跌以来 这一大波 今天跌的是最多的 今天是大盘股 小盘股 什么都跌 所以说 这个位置很有可能造成一个什么 造成一个双底形态 你看大盘股 小盘股 一起向下压的时候 这个位置 刚刚压到这个位置 能不能是今年 下半年最后一跌 就这个位置 跌完了 然后 胸底形态 形成负荷底 快速降上涨 所以我们留下 百分之三十三位 叫观望 静观其变 好 喜欢股帮的加观众 大家放平心态 那么钱呢 该亏的是也亏了 是不是有的呢 只要没割肉 那就算浮亏 割了肉的 那不好办 那不又得想着给底下买点别的什么 实际你卖的这个买那的实际道理差不多 那么这个位置 现在就看明天大盘能不能给力了 另外最主要的看今天晚间什么消息 同时我明天早晨还有早播报 还会把隔夜外盘的走势 我们中外股的表现 最主要就把我们接下来发生的什么事 就这些消息要跟大家梳理梳理 然后用早播报一起分享 喜欢股帮的点赞加关注 把旁边这个小心心点亮 明天早播报我们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